但不管朱立倫的態度 我們來看到馬總統對於 連戰參加閱兵 還是非常不滿 在昨天還發出聲明 表示遺憾與痛心 而在今天馬總統又參加了抗戰紀念活動 但是他又不再對連戰的議題 再做回應了 倒是抗日的遺族家屬都跳出來說 沒有看到連戰表達抗戰 主導權的事情 表達相當遺憾 抗戰行程排得滿滿滿 總統馬英九把抗戰紀念當成選戰行程 就怕大家不知道他有多重視 抗戰是中華民國在主導 抗日跟抗戰的事實 我們都應該用 就是論事的態度來面對 這是我一貫的態度 最近有人說 台灣人當時都是日本人 哪有人會抗日 哪有人抗戰 這個是不了解台灣歷史的話 這人是誰 總統沒名講 但大伙都知道 指的就是李前總統 只是傷害國人感情的 還有這一位 總統 總統 連戰就還是去閱兵來 會覺得很遺憾 總統 聽到連戰關鍵字 總統一度停下腳步 語言又止 因為連前主席去閱兵 讓總統遺憾又痛心 就連抗戰的老兵和遺族 也無法認同這做法 替訪問可以啦 最好是不要參觀閱兵 我在報章上的答誌上也沒有看到連戰他講這句話 應該要講說看他成立是兩岸共同合作 但是主導是蔣國委員長所領導之下的中華民國 國民黨中央已經表達對於參與九三大陸的國際閱兵這件事情表達了遺憾之意 我們會循既有機制來做處理 曾貴為我國副總統連戰卻到對岸去閱兵 這一幕讓自己和中國建立了好情誼 卻讓自己在黨內不滿聲浪 推上最高峰 記者綜合報導